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共黨魁金迪美 空中線終結共產黨橫幅 襲城特殊囚犯 習近平下飛機驚人一幕 明顯不行了 彭麗遠沒隨行 中共包下舊金山酒店搭嶺鵬 步上藍布 右向嶺堂 不准給習任何救生所 20位共和黨參議員發強硬聯合聲明 拜習會前迎頭一棒 美國會發布報告 不給習臉面 觀眾朋友好 歡迎來到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1月14日星期二 亞洲時間星期三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 即可打開字幕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將推動油管推薦我們的視頻 請訂閱支持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習近平金迪美 空中線終界共產黨橫幅 襲城特殊囚犯 阿波羅網網獨若報導 習近平今天抵達舊金山 民運人士周峰佐等 今早在利弗摩機場 以小飛機帶起終界共產黨的橫幅抗議 橫幅上寫著 終界共產黨 自由中國 自由香港 自由西藏 自由維吾爾 大批抗議人士在現身舊金山機場路上 抗議人士表示 儘管灣區天氣預報顯示可能降雨 但將風雨無阻進行抗議 據悉 中共招募300多名人在機場迎接習近平 美國之音獨家獲取峰會地點是舊金山南邊的費羅利莊園 一座面積將近265公頃的自然風光秀麗的公園 園中有一座喬治市復興風格的建築 以及多個英國文藝復興式花園 前北大教授夏業良13日點評說 中共黨魁14日入住 17日離開 在此期間 一尊大概會穿防彈背心 還有幾十名黑衣保鏢組成的人牆 加上外面四周臨時設立的2米5高的鋼絲柵欄 專制獨裁者在自由國度裡 居然把自己變成了特殊囚犯 中共黨魁已抵達舊金山 明顯不行了 彭麗媛沒有隨行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14日下午 中共黨魁習近平抵達美國舊金山 視頻顯示 習近平走出飛機艙門 不太亮槍 一步三晃 而其走下飛機閒踢時 在脈步前 首先用左手抓住閒踢把手 似乎擔心摔倒 而且其身子明顯是偏向身體左側晃動 這似乎意味著其左腿較右腿無力 視頻中 天空中陰雲密布 風勢不小 令人關注的是 他的妻子彭麗媛沒有出現在他身邊 去年11月 在前往泰國參加APAC會議時 彭麗媛隨同前往 2016年 在南美大陸的秘魯首都利馬 習近平出席APAC時 彭麗媛也曾陪同前往 中共包下舊金山酒店搭靈棚 不上藍布 又向靈堂 11月14日 習近平將出席舊金山APAC峰會 預定入住瑞吉酒店 引發關注的是 該酒店被中共包下 被網友戲稱為搭靈棚 近日 瑞吉酒店一樓的白色棚子外貼上藍布 似乎為避免再次被調侃為搭靈棚 新唐人記者拍攝的照片顯示 酒店外以架起黑色圍欄 一樓白色棚子外貼上藍布 車棚以白布覆蓋 街道邊上豎起鐵絲網 這些舉動引起外界關注 尤其是習近平非常相信中國歷史上的一些預言 因此處處設防 對這些變化特別警覺 不僅如此 現場有中國男子已不能拍攝我肖像為由 藍組記者 表示酒店和白色棚子是我們的私人財產 媒體拍攝的視頻顯示 瑞吉酒店已被中共全部包下 內外充去中共變衣 這引發網民調侃 將其與網傳的李克強領堂的照片聯繫起來 嘲諷其色調相似 有網民痛斥中共政權 認為這是在詛咒習近平和表達對中共的不滿 加州州長紐森的最近防中共國 可能與舊金山市的整頓 勢容等動作有關 外界認為 中共要求舊金山採取這些舉措 現實其在美國的維穩手段 不准給習任何救生所 20位共和黨參議員發強硬聯合聲明 美國參議院20多名共和黨參議員星期二 發表聲明 呼籲拜習會 應當帶來可交付成果 而不是更多讓步 不能向習近平拋出任何經濟救生所 他們還批評拜登同意會晤習近平 卻未解決美國公民被拘留和芬太尼問題 敦促拜登在美國的臺灣政策問題上寸步不讓 這關乎至關重要的美國國家與經濟安全利益 和整個印太地區的未來 這些共和黨參議員在聲明說 拜習會 表明本屆行政當局 將尋求把與中國的經濟重啟 至於鞏固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至上 相信一個紮實的經濟關係 將使整體的美中關係穩定下來 這是大錯而特錯 而且恰恰是中國共產黨希望我們相信的 與中共沒有所謂健康的經濟競爭 在中共幾十年的猖獗知識產權盜竊 大規模補貼關鍵產業和脅迫性地對待美國和國際公司之後 任何人隨便觀察 就應當看清這樣的現實 在習近平把經濟搞得一團糟之後 美國不應當把任何形式的經濟救生所拋給他 中共希望的不僅是傷害美國國家安全 而且也破壞我們的經濟繁榮 對中共來說 這沒有區別 拜登行政當局卻另有信念 這顯示他認為 我們仍然能夠改變中共 這種信念是與現實脫節的 拜登星期二在前往舊金山時對記者們說 如果有危機 能夠拿起電話彼此交談 能夠確保我們兩軍仍然彼此有聯絡 我們不是在試圖與中國脫鉤 但是我們試圖做到的是 把這種關係變得更好 拜習會前迎頭一棒 美國會發布報告 不給習臉面 在拜習會的前一天 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本週二十四日發布700多頁的2023年度報告 對過去一年 美中關係進行了系統性評估 報告指出 中共面臨內外挑戰 包括經濟減速 國際壓力 結構性問題如巨額債務 青年失業率上升 勞動力短缺 房地產和激獎行業疲軟等削弱了中共長期競爭力和社會凝聚力 報告強調中共內外挑戰加劇 但政權沒有改變 作為回應 反而加強侵略行動 中共在全球範圍內執行其法律 派遣特工打壓批評者 如紐約海外警察站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主席巴塞洛妙 在週二的發布會上說 正如我們的報告所示 由美國及其盟國領導的 以自由市場 基本人權和尊重自由開放社會為基礎的國際規則秩序 已成為中共蓄意系統性瓦解的目標 報告還提到中共發展軍力 將解放軍用作工具 不僅服務於戰爭 還用於影響和平時期的外交 經濟和安全狀況 中共積極與俄羅斯鞏固軍事夥伴關係 大力發展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 對中共的技術出口控制措施未能阻止其發展軍事 並加強吸引外國人才 規避出口管制 擴大間諜活動 報告建議國會對美臺關係採取措施 擴大對臺援助 保護受中共壓力的人士 審查中共在美國領域的投資 消除對中共半導體出口管制漏洞 特別強調擴大對臺軍事合作 通過立法成立美臺聯合運營的卓越中心 打擊中共的虛假信息宣傳和網路攻擊 報告指出 美國國會應與歐洲盟友磋商 對中共經濟制裁計劃 為台海危機或中共對俄援助等情況做好準備 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今天內容是 兩個老頭把習近平和中共搞得暈頭轉向 加沙兒童癌症醫院地下室經限哈馬斯軍火庫 以色列稱還關過人質 蔣偉國前秘書倫共諜 與20位退役將領被約談 中將 上將 通通有 惡意操縱韓國輿論 中共38家加韓語媒體被封鎖 請點擊右上角觀看 感謝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分享你的見解 也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